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歌是第9到第16小节 连接句1是17到第20小节 主歌在线是21到28小节 副歌在线是29到36小节 连接句2是37到40小节 副歌第二次在线是41到48小节 尾声是49到53小节 接下来我们分段来看每一段是如何演奏的 首先我先演奏一下主歌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 看一下第四小节 第四小节的左手有一个上行刮奏 这个上行刮奏是在第三拍和第四拍出来的 大家在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并且在连接第五小节的时候也要注意 因为第五小节的一开筹有一个板前花的花纸 所以我们的摇指 实际上可以摇三拍半 然后就去刮板前花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歌部分的情绪变化 整个主歌部分还是比较柔和 比较温柔 并且具有一些轻巧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在音量选择上还是以中弱来进入的 然后在第二小节开始形成一个由强渐弱 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也都形成一个由弱渐强 并且第四小节的这个左手的上行刮奏将音量烘托上去 第五小节开始音量就增加了一点 第六小节形成一个由强渐弱 第七小节一直到第八小节是形成了一个由强渐弱 在渐强的一个趋势 我们在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把强弱弹清楚一点 接下来我再完整地演奏一下主歌部分 大家来看一下情绪变化 接下来我慢速演奏一下主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副歌部分 首先我先完整地演奏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小节 第九小节的第三拍和第四拍有一个red的上滑音来连接一个red的下滑音 这种上下滑音的连接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我们在弹的时候也要非常注意 在这首乐曲当中 滑音要按得稍微温柔一点 稍微点一点 所以我们按上滑音按得稍微快一点 下滑音稍微按得慢一点 在第十二小节有一个骚拉骚的咬指 这种具有乙音并且有两个乙音的咬指 我们在弹的时候将装饰的音要弹清楚一点 十六小节左手又有一个上行呱奏 我们记住也是在第三拍和第四拍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副歌部分的情绪变化 整个副歌部分相对于前面的主歌部分 情绪有所高涨 所以我们在音量选择 进入就是以中强来进入的 在第十小节形成一个由强渐弱 但是在骚的这个长音的最后一拍 也就是第十小节的最后一拍 又将音量增强上去 十二小节的骚拉骚的咬指 长音也是一个由弱渐强的趋势 十三小节到十四小节形成了一个由强渐弱 但我们的基本音量还是以中弱为主 十六小节的这个拉斗的这个长摇 我们形成一个由弱渐强 好 接下来我来完整演奏一下副歌部分 大家来看一下情绪变化 接下来我慢速演奏一下副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连接剧一 首先我先完整的演奏一下 首先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第十九小节的咬指 实际上我们的咬指在每一拍摇多少个都是固定的 相对来说这一句稍微速度快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每半拍摇两对 我们慢一下试一下 每半拍摇两对 每半拍摇两对 那么一拍的后面的拉的一拍就要四对 空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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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练好之后速度提上去就相对来说稍微连贯一点 大家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从十七小节一直到二十小节是一个连接段 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 其实它是选取了前面副歌部分的最后一句来进行重复弹奏 并且和前面的副歌部分的弹奏方式有所不同 我们在弹的时候它是一种重复 所以语气有所加强 所以它的情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十七小节是中强来进入 十八小节和十七小节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突然将音量弱下来 也是用中弱来进入的 紧接的第十九小节和二十小节都形成了一个强的音量效果 接下来我完整的演奏一下连接句 大家来听一下对比 接下来我完整慢速地演奏一下连接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歌在线 首先我先完整地演奏一下 主歌在线是将前面主歌部分的旋律 移高了八度在高音区进行弹奏 右手基本上保持不变 但是左手加入了许多伴奏音型 我们先来单独地弹一遍左手 将左手的旋律弹熟以后 我们就来弹左手唱右手 大家来试一下 左手练熟之后 并且能够弹着左手唱右手之后 为我们的后面的左右手的配合就打下了基础 更加方便地练习左右手的协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情绪变化 整个主歌在线 是将主歌部分的旋律移高了八度 在高音区进行演奏 我们在弹的时候要显得轻巧一点 以及要用提弹的方式来进行演奏 不要用贴弦弹 这样就可以弹得轻巧一点 强弱上面的变化 大家可以遵照前面的主歌部分来进行变化 接下来我完整地演奏一下 主歌在线 大家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慢速演奏一下主歌在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 看一下副歌在线 首先我先完整地演奏一下 整个副歌在线 右手的旋律没有怎么变化 但是左手的伴奏音型也产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节奏型 我们一定要卡准 我们也是先来单独练一下左手 同样练好左手以后 我们来弹左手 我们来弹左手唱右手 右手也要合在一起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里的左手弹得稍微肯定一点 坚定一点 把节奏的节拍点一定要弹准确 在音量方面 整个副歌在线 相对于前面的副歌部分 音量有所加强 所以它的音量是以强为主的 再加上左手比较坚定的小撮 我们在弹的时候一定要弹得稍微大方一点 但是注意一下在第33小节和34小节 它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就是33小节还是属于跟前面的音量一样 MF的样子 但是在34小节突然一下弱下来 变成了MP 也就是中弱 然后在第35小节 又将音量回复上去 变成了MF中强 然后到第36小节 形成一个由弱见强的一个趋势 结束整个副歌在线 接下来我再完整地演奏一下副歌部分 大家来看一下强弱变化 接下来我慢速演奏一下副歌在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连接剧二 首先我先完整地演奏一下 连接剧二实际上是选取了主歌部分的后面一句 来进行重复弹奏 但是左手的伴奏音型也是有了变化 我们注意一下左手的这个刮奏 第一拍是弹 一二三四 所以在后三拍都可以刮奏 所以前三小节就是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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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第40小节 一二三四 第一拍是根音多的弹奏 第二拍是上行刮奏 三四是一个下行刮奏 所以我们把拍子一定要卡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连接剧二的这个强弱变化 实际上这一段是选取了前面主歌部分的最后一句来加以弹奏 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音量上是有所强调的 是加强的 所以在第37小节 进入是以强进入的 37小节和38形成一个由强渐弱 39到40形成一个由强渐弱 但这是第40小节的最后一拍的时候 摇指要由弱渐强 将音量要烘托上去 接下来我完整演奏一下连接剧二 大家来看一下强弱 接下来我慢速演奏一下连接剧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副歌部分第二次在线 首先我先完整的演奏一下 副歌的第二次在线 音量上对比前面的副歌在线 音量有所减弱 弹得稍微温柔一点 大家可以遵照前面的副歌部分的情绪变化来加以弹奏 接下来我再完整的演奏一下 副歌第二次在线 大家来看一下情绪变化 接下来我慢速演奏一下副歌第二次在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尾声 首先我先完整的演奏一下 尾声部分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剑脉 大家谈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剑脉 大家谈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的剑脉 在音量上面也是以轻柔为主 所以我们的音量是以P为主的 并且在第52小节到53小节 这个长音摇指要摇出一个由弱渐强再渐弱的一个趋势 最后的一个爬音一定要非常的轻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完整演奏一遍 接下来我慢速演奏一下尾声 我慢速演奏一下尾声 我慢速演奏一下尾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